随着新冠确诊病例在美国的日渐降低 CDC也于近期修改了防疫政策 这波政策的推出 持续了两年有余的新冠病毒 在美国本土似乎也要面临直接被无视 最终沦为普通的流感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 这条叫做Test-True-Treat的政策 是如何向新冠疫情打出最后一张网站的 这条行为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在检测点发现新冠阳性 即可在指定药店 比如CVS、Walgreens和Coger等地 领取五天的新冠口服药 不用去医院不用隔离 同时也不用花一分钱 怎么样 这种一战式测试加治疗的流程 是不是感觉新冠就变成了一场感冒发烧呢 据悉Test-True-Treat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全美共有2000家取药店 除了CVS和Walgreens等药店 以及包括Coger和Safeway等全美连锁的超市 尽管如此 大家在去检测取药一战式服务店之前 还是要做一下确认 方法如下 首先当你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时 可以在谷歌直接输入Test-True-Treat 点击结果第一个 即可进入ASPR 也就是被灾及应变办公室的官网的 Test-True-Treat专用页面 点击醒目位置的View Locations 即可通过网站定位 然后选择语言 输入地址或邮政编码 搜索自己附近的Test-True-Treat的治疗点 点击预约即可 如果不方便上网 可在美东早上8点到24点 拨打电话 1800-232-0233 预约好了之后 您就可以根据提示 到指定地点进行检测 有些门诊药房与健康中心 可以在同一地点开具处方 并给您5天疗症的新冠病毒口服药品 不过免费领取的人群 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首先就是已经被确诊为了新冠患者 当然 如果你没有确诊新冠 也就不需要领药了 其次就是 过去5天内出现了症状 这条规则恐怕对无症状感染者 就不那么友好了 要知道 现如今确诊新冠的病患 很大比例都是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这部分人群是否能够免费领取特效药 还需要检测点做进一步的确认 第三个条件就是高风险人群 比如免疫系统受损或患有癌症 心脏病 糖尿病 或肥胖等潜在的疾病的人 以及65岁及以上的人 满足以上条件的人群 用药全免费 美国政府买单 不过目前免费领药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还不知道 因为国会没有就疫情资金预算数字 达成一致 接下来大家肯定就最关心 药房给大家的新冠特效药有哪些了 目前FDA已授权了两种新冠口服药 分别是辉瑞公司的Paxvid 和默克公司的Morning Peerware 也就是莫奴皮尾 其中Paxvid每天两次服用三片 为期五天 已被授权用于12岁及以上的任何人 而第二种莫奴皮尾 被规定为每天两次服用四粒药丸 持续五天 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如果这些口服抗病毒药物对患者不合适 在Test to Trade的计划之外 还有其他治疗方案可供选择 那这良环药的疗效到底怎么样呢 根据资料显示 Paxvid在第二期和第三期联合临床试验中 如果在症状出现后五天内服用 可将扣外的住院和死亡的风险 降低88% 而默克公司的Morning Peerware 在2021年底开始的研究估计 能减少30%的住院和死亡人数 所以对比来看 似乎辉瑞公司的新冠特效口服药 效果略胜一筹呀 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副作用 目前关于两款药的副作用 还没有太多的数据记录 你知的信息就是 FDA仅授权Paxvid 用于12岁及以上 体重至少88磅的人群 如果正在服用其他处方药 请务必咨询医生 了解哪些药不能同时吃 而由于对骨骼和软骨发育的 潜在负面影响 Morning Peerware仅被批准 用于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由于可能对胎儿造成伤害 怀孕或计划怀孕 以及母乳喂养的人 不能使用Morning Peerware 最后还有几个常见问题 需要大家确认 比如Test to Trade的计划中 可以自己在家检测吗 根据新规条款 通过家庭检测或其他检测地点 获得新冠测试结果的人 也可利用Test to Trade 从合格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 获取处方 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当场接受治疗获得药品 一些Test to Trade的地点 也有远程医疗选项 那如果家里没有确诊新冠的人 大家就单纯地想囤些 新冠特效药放在家里 可以让药房药剂师开出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Test to Trade的计划 包含拥有医务人员的场所 可提供与口服抗病毒药治疗选项相相关 且及时全面的评估和讨论 这需要符合FDA对这些药物的要求 好了 看完以上这些Test to Trade的新规 大家是否感觉新冠病毒 实实在在地被美国政府 放在地上摩擦了吗 其实 现如今随着美国各大厂接连复工 各大餐馆开始全复合营业 以及旅游业的全面复苏 大家的生活 似乎早已恢复了疫情前的日常 现如今 美国政府又为大家提供 新冠特效药护体 新冠疫情可能在北美 真的很难再翻身了 最后小编还是希望 尽管有以上各种措施 大家还是要继续小心谨慎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所有的治疗方案永远都用不上 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